换个心情来看这则活动预报 这是一年一度的原住民联合风年季盛会 7月5号就要在晨清湖登场了 为了要广腰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一起参与 所以年轻的阿美族部落青年 想出了一个新潮的 他们用快山舞来宣传活动 手持木棍的阿美族长老一声令下 身穿原住民传统服饰的年轻男女 踏着整齐的步伐开始围圈跳舞 让原本寂静的市府中庭气氛马上热闹起来 这次我们以阿美族丰年祭典为主轴 所以我们在这几天 透过阿美族传统部落报信息的方式 在我们高雄市的高雄火车站 以及美丽岛站 用阿美族歌舞快山的方式 来向我们市民朋友来报讯 告诉我们市民朋友说 7月5号我们原住民的联合风年祭要举行了 原来这场在市府中庭举办的阿美族快山舞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这个礼拜六 也就是7月5号 即将在澄清湖举办的 2014原住民联合风年祭活动 除了阿美族的长老以及部落年轻男女参加外 原民会主委也现身为活动宣传 我们这次的特色就是我们以阿美族的风年祭为主轴 所以我们活动一开始以后 除了在全体原住民高雄市原住民朋友的见证下 欢迎我们拉鲁瓦族跟卡拉卡拉夫族加入我们原住民族的大家庭以外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阿美族风年祭的祭典主祭 原住民事务委员会表示 今年的联合风年祭活动内容精彩可齐 除了有一连串的表演 现场还设有各地区原住民手作饰品 农特产品的展售摊位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来共襄盛举 港区金黄直线李仲益采狂报导